字幕作曲 李宗盛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另一種旋客 這個旋客是白文印 字是白色的背景是紅色的 用這個蒜黑的印有時會是紅色 有時這些字會是白色 紅色字就叫做珠文印 白色字就叫做白文印 這就是白文的蒜黑 蒜黑的意思是用蒜書 大部份古文是中國文字變化 有些甲骨文、障形文字 會變成蒜書、蒂書、楷書 現在我們有時候有草書、後書 但大部份黑圖章當時 他們多數會採用比較古老的字 就叫做蒜書或者大蒜小蒜 這些字可能我們對大家都不太認識 有時會美化它 所以這些字未必會認得出來 你們看不出這句是哪裏出現的呢 是一句孔子的一句話 就是修身齊家智覺平天下 修身齊家智覺平天下 首先看看它的設計如何 這叫做九宮格的印 每一個字是九份之一 就是一個公正的印 你可以看到有些字可能是小筆畫的 有些字是多筆畫的 但是它會特別填滿它 有些方法去補充它的空間 平字也是這樣 可以棄 兩點 將它加多幾點 加多一些筆畫 所謂修身齊家智覺平天下 所謂修身齊家智覺平天下 其實是一個孔子儒家思想 一個非常重要的理想思想 甚麼意思呢 即是我們怎樣去做一個成功的人的時候 首先要修身 就是修為自己的得行 你修身之後 你會做一個好人 做一個賢人 一個聖人 然後你就可以齊家 齊家即是管理家 家庭裏面 夫妻子女兄弟都有和氣 都會生活得非常理想的時候 你才開始有自覺 才可以開始說 我可以去管制一個國家 這樣才會平天下 所以這個理想就是 如果你自己本身做得不好 你怎樣可以去管理這個家人呢 如果自己在家裡 都不是做得那麼好 人際關係裡面都不是成功的話 你怎樣可以做一個政治家呢 因為自己家的家都做不到 管理國家都不會太成功 所以這個理想就是 首先管理自己 怎樣可以勝發自己 在自己身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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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 Pinah